嗨,大家好吗? 好久不见的阿尼师又上线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超级简单的韩式辣炒年糕食谱 阿尼师呢,技巧有限 不会难的,只会简单的料理 所以即使你是料理新手也不用担心 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出和我一样道地的韩式辣炒年糕的 首先先准备一锅水 水滚了之后放下高汤的底料 我今天用的是超市买回来的高汤包 里面有提鱼干和昆布 如果没有这种高汤包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用昆布还有小鱼干来熬汤底 等待高汤的时间接着来准备水煮蛋 我今天用的是台湾家家户户都有的大铜电锅 把餐巾纸沾湿之后放进外锅内 上面再放上鸡蛋 接着打开电源按下开关等等就准备赞摊大铜电锅有多生气吧 再来把辣炒年糕的主角年糕泡在冷水中备用 两人份可以准备200到300克左右 接着开始准备辣炒年糕的配角们 首先一定要有高丽菜 我和老金喜欢吃很多高丽菜的版本 所以我会加的稍微多一点 再来是韩式鱼板 我刚好把家里最后剩的都拿出来了 鱼板的种类和量没有一定 切法也很随意 时间多的话你想要切成爱心也是可以的 一般外面比较多会用这种薄片的鱼板 再来就是辣炒年糕的灵魂 最重要的酱汁部分来咯 首先需要韩式辣椒酱三大匙 再来是韩式辣椒粉一大匙 酱油一大匙 还有我平常就都会准备好的冷冻蒜泥一大匙 如果你有新鲜的蒜泥当然也可以 砂糖两大匙 寡糖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果糖代替 两大匙 刚好寡糖用完了所以我挤得超级久 超级辛苦才把它们凑成两大匙 再来是咖喱粉一小匙 接着是把这个神秘的辣炒年糕酱料搅拌均匀 再来锅子里倒入刚刚准备好的鱼昆布高汤 我用了大概500cc 然后把酱料全部加进去搅拌均匀 接着加入刚刚我们泡过水的年糕 酱料滚了之后大概煮三分钟 再来加入刚刚准备好的鱼板 还有高丽菜 我们家的高丽菜山又要再次出现了 满满的都是高丽菜 每次看到这种一整锅的食物在滚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觉得特别的兴奋 应该是发自内心事的吃货来着 在等待年糕继续滚的同时呢 我们万能的大铜电锅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我们的水煮蛋出炉了 我现在比较聪明都会先把蛋从冰箱拿出来 退冰 我发现退冰之后的蛋 煮好之后蛋壳会比较好剥 虽然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纯粹是我自己的发现 水煮蛋准备好之后 盐膏也滚得差不多了 接着就放入一些少量的大葱 然后把我们准备好的水煮蛋加进去 今天的辣巧年糕就完成了 准备上桌 和老金一人一盘准备用餐 Waoa! 耶! 3 5 2 1 1 3 2 今天我吃了很多东西 吃的好吃 就糕了 但是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